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见人生就是透过一些既有的事实来预测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纯人类最大的敌人 他永远的脚步和速度都是比人类跑得快的 所以我们要对抗他,我们一定要跑在他的前面,一定要快过他 所以今天虽然已经是星期六,已经是星期天 但是因为马来西亚学校的疫情非常严重 那么我也只能在这个研夜帮大家录制的视频 因为今天其实是一个关键的日子 因为明天是星期天 那么这个是一个环境时间 那么明天各位家长呢,如果已经看见了今晚莫奖的话呢 可能会对大家接下来的这个关键性的选择呢 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许呢,能够阻断很多很多不适应事情的发生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新闻背景 那么这是这个今天的标题呢 因为有一些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很多都是家长有孩子在学校上学的 大家都有要求我去讲一讲这个学校发生的情况呢 所以今晚呢,我就特别的给大家来讲一讲 那么然后这个呢,是这个非正式的数据 因为呢,这个你们知道大马的后门政府呢 他在隐匿疫情,隐藏新闻,封锁新闻 把很多事情呢,收在地毯下 就好像今天的这个这个疫苗 打了之后还会中的事情呢 他已经隐藏了多久,他今天才报出来的 所以至今呢,我们拿到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数据呢 其实呢,他都是一个预测型的数字 他未必是准确的数字 那么这两天的这个我们的中国报的 那个新闻,那么前一天 就专门为学校做了一个专题 然后呢,今天呢,这里有一个 重要重要的一个新闻了 那也是为什么我会联络跟大家讲呢 就是在这个事务,沙拉越的事务那边呢 已经发生了一个 一传一百零一的 学校感染群 所以他们已经 已经有学校已经搞得这么大了 已经一个人呢,传到一百零一人了 虽然在西马呢,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子随随便变下去的话呢 这个西马的学校呢,一传十,一传二十,一传两百,一传三百呢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那么其实这个学校的疫情呢 西马的情况呢 它现在,你来讲算是学校很严重吗? 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它并不是学校很严重 而是整个社会很严重 而是大马的这一波疫情呢 它真的很严重 因为每个家庭几乎都有孩子去读书 所以给人感觉呢 这个学校的情况呢 是很严重的 那么今天促成我会跟大家讲这篇的原因呢 主要我也是看看这个学校的名单 哇呀,不得了 看起来都是华小 我们天天讲那个有竹呢 去那个开在节的那个 那个集会 但是现在看看 这个学校疫情的名单 哇,都是华小 难道都是华小的非华族家长 跟学生吗 不太可能吧 所以相信呢 目前的马来西亚的疫情呢 在华人的族群当中呢 是非常非常厉害 而且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你看看谁有学校的名单 都是华小 都是这个 SMK 也都是华人为主的那个中学 还有包括我们的 华文独立中学 所以这个 各位华人的朋友 你们知道现在 华人村子的疫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真的 完全不要等他们啊 因为他们是不理了 那么现在我看到我身边的很多很多 间学校发生的疫情呢 他说等那个 等卫生局 等教育局 等到完的话 我看全部人 我看都已经一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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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传的 已经搞得这么严重了 所以呢 各位家长我送大家四句话 一一一句话那么四个字 就是这个 检测为完 只要你的 疑似你的学校 有人中的话呢 疑似你 总之你有了任何的怀疑呢 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去 检测 因为你记得标准的检测呢 其实是三次的 你是密切接触者呢 当你被 知道你跟 那个已经中的人呢 你的孩子是跟他同班的话 或者他是你孩子的 班主任 是老师的话呢 所以你应该 立刻要做 第一次的 快筛 你可以做快筛的 然后呢 中间呢 等第五天呢 应该做第二次 然后 第十天呢 做第三次 那么这个是国际标准 这个standard的标准 当然很多人呢 接受不了 那么现在不是 钱捨不捨得花的问题 那么这个是人命关天 而且 不是一条人命 而是牵涉 很多很多人的人命 那么讲人命有点严重的 那么牵涉很多很多人的生计 那么要知道呢 我们特别是吉隆坡这里的 我们的滑小的情况呢 是这样子的 其实只要一间滑小呢 出现几个学生呢 学生中的话呢 其实他受影响的范围呢 是很大的 就好像我的这个甲冻地区呢 你要知道我们的校车呢 都是 混合型校车 他不是装属那间学校的校车 然后呢 这个 因为通常一个校车他会在很多间学校的 所以就是 只要那一个学生呢 他是坐着那个校车 那么那个校车里面有四五间学校呢 那所有的学校呢 都已经被牵涉到其中了 同样的背后 当然还有这个安清班 还有这个补习班 那么 这个我们这里的安清班跟补习班呢 也都是混合型的 也都是混合学校的 所以任何一间滑小的 学生呢 他中了的话呢 也代表着 我们整个地区的这个滑小呢 也都应该是不行了的 然后再来就是回到家里 这个父母亲的这个职场 那么我 真的讲很多大马人的反义 意思还是很差的 那么他的 子女呢 他已经在学校接触了 他的同班同学中了 他的老师也是中了 还是校长都中了 总之那个老师有教他的班级的 那么家长呢 其实已经不可以工作 家长也是居家隔离者 然后通通都要被隔离 而且被严格的隔离 那么当时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呢 真的 非常非常的 随便 真的是 真的是 没有把这个 整个病毒呢 去认真地看待 所以如果 我们再继续这样的那个 放松的心态下去呢 我 很相信呢 接下来呢 大马一天不是2000多 那5000、8000 甚至到 这个1万 都有可能发生 那么学校呢 也不再是这个 零星零星的 这个案例 而是会那个 一船80啊 一船220啊 这样子的事情呢 将会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因为这个大马人呢 对整个这个疫情呢 跟整个病毒的那个看法呢 都是了解不够深的 还是 非常非常的随便 那么我们当然要讲一讲 目前呢 全球防疫最好的 这个 就是这个台湾了 那么台湾人到现在呢 他们的想法 OK 如果你们接受不到 你们不要怪我 因为这个是事实 事实 就是事实 OK 你得癌症就是得癌症 不管叫医生怎么跟你讲 啊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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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事实就是事实 没有得好变的 OK 那你们不接受也没办法 希望你们听得进去 那么台湾人至今都认为呢 那这个病呢 就是共产党搞出来的病 所以他们一开始呢 因为台湾跟共产党 他们抵兑了70年 所以他们对这个共产党的 任何东西呢 了如指掌 那个共产党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每一个动作 他们都了如指掌 所以呢 他一看到这个病呢 在中国发生呢 他就 他们到现在 台湾人还认为是 那个共产党搞出来的那个东西 所以他们用 他们这70年来累积下来的 对付共产党的经验呢 所以台湾呢 现在守得非常好 所以你不要讲说 啊 中国的政府呢 对这个疫情呢 很严格 一个地方中的话 它不是我们大马的EMCO 是EEEMCO 那个门呢 跟你钉下去不能够出来 那么台湾的政府呢 一点都不会输给这个共产党 他省着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 你在台湾如果发生 有人 中的话呢 你就试试看这个台湾的 绿党政府呢 他的处事手段呢 绝对比那个 中共的 那个共产党政府呢 还要极端 所以 台湾今天才能够守得住的原因 就是这样 总之非常的极端 非常的激烈的 甚至比那个共产党 台共产党 只是 只是还没有到朝鲜那个小金的那个 那个程度罢了 那么同样的 中国周边的共产党国家呢 那个朝鲜的那个 朝鲜就是共产党嘛 越南就是共产党嘛 所以 共产党也很了解共产党的东西 所以他们对这个疫情呢 他们也是很极端的手段 对付的 朝鲜的你就知道了 那 因为他草菅人命的嘛 中啊 OK 中了那个人就永远消失了 永远消失他的国家就是零疫情了 那个越南的 越共政府的 越南不只是政府构极端 而是人民也绝对对这个疫情呢 非常非常的极端的看待 所以越南呢 也是守得非常的好 那么回到大马人呢 大马人的心态呢 就是开玩笑 开玩笑 这样子的 随随便便的 好像现在学校呢 有这么多学生 中了 有这么多老师中了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师会中的 OK 那么 还是这样随随便便的 哦 那个班级呀 去隔离一下 而且也不是那种卫生部的 带手环 关在家里 存家人不可以出去的那种 那种隔离 假如是 台湾还是 越南 还是中国 哇跟你讲 他准监人就是关在家里 不能够出门的 当时马来西亚呢 啊 居家隔离 学生隔离就好了 爸爸出去上班 妈妈出去上班 婆婆出去买菜 结果呢 啊 关于爸爸妈妈婆婆都中了的话呢 所以说 我们华人的疫情呢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大马很多华人 你们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为什么你们对疫情的时候 你们不会拿出共产党 打压这个疫情的那个精神 来看待呢 看看现在学校的疫情 啊 现在还有要救 不要等到像那个 沙巴的事物那样子 一传一零一了 那个拜拜了 救不了了 那么现在还有机会的 那么讲到这里呢 因为 我们知道 闭一闭风头 都是好的 所以 明天是星期天 那么后天是星期一 假如假如你的学校已经有疫情了的 学校已经有老师或者学生中了的 但各位家长呢 你们闭一闭风头呢 这个并不怎么有过错的 反而是这个 你明知道那边有疫情的时候 你还要去那个地方的话呢 啊 你不是害你的小孩子 而是害你的很多很多 你身边的人 暂时回避一下 并没有什么 过错的 除非你的学校是完全 清零的 完全清零的 或者在隐移疫情的 我知道了 啊 那就 那就暂时 还是可以去上课的 因为整个东西呢 我们知道风头你闭一闭几天 几天之后没事就没事的 没人中就没人中的 这个就解决了 就算了 就回去上课就算了 但是 风头正热的时候呢 你应该 要回避的 因为影响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请大家认真去对待 这个 病毒 比永远要走的 比病毒还快 你甚至你要很极端的 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会讲 这个 这个共产党 这么极端的对抗这个病毒 要不然呢 你就搞到像美国这样子 像印度这样子 现在大马已经88人 一个人中了 现在疫苗也证实 现在的疫苗 匆匆满的疫苗也对抗不了 现在的疫情 然后这个疫苗到底 到底大马有没有疫苗 到现在还不知道 是吗 好 那么今天更新到这里 那么希望各位家长 做出明智的决定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新的消息呢 我们再给大家更新 下回再见